大家好,今次我最難分享的是酸辣蟹肉炒意粉 有看開我頻道都知道我超喜歡吃意粉 今次我分享一個給了少少泰式風味 會有青檸、紫天椒和芫荽 就給了一個酸辣,然後再加上鮮甜的罐頭蟹肉 當然喜歡你可以自己先刷蟹肉也可以 但用罐頭就快靚正 整件事就是一個簡單快脆開胃又野味的 泰式西式混合風味的意粉 看片之前想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看完影片是喜歡的 就請到我頻道頁面先按訂閱鍵 是免費的 然後再按這個鈴鐺 你就會收到我每個星期上載新片的通知 將青檸、紫天椒、蔥、番西、芫荽、蒜頭 洗乾淨抹乾 首先將青檸半邊一開四 我會分享一個方法令青檸更加熱汁出來 首先將它們一開二先 然後再切開頭尾 再將這一半再開兩份 然後將青檸中間那條白色的邊 就切走它 然後還有一步的 切走中間那條白色的東西之後 然後將青檸近頭近尾兩端 切兩刀下去 但不要切爛青檸 這樣切兩刀 那些青檸就很容易擠汁出來的了 然後將芫荽、蔥、番西這三樣的東西切碎它 指天椒就切成小粒 蒜頭就切成蒜蓉 不過我一早已經切完蒜蓉 有一瓶都放在雪櫃裡 所以這次我就不用再切蒜蓉了 那些料頭就準備蟹肉 那我就用了這些 日本買回來的蟹肉罐頭 蟹肉的多少可以隨自己喜愛 還有如果你不是用我這隻 用雪櫃的蟹肉罐頭會更加好吃 這罐我就在日本見到它很便宜 攤便宜買回來試一下 味道都OK的 當然你最講究的 你自己買些新鮮蟹回來蒸熟去刷肉都可以 又或者經濟一點 你買蟹漏去做這件事都可以 那當然出來的效果都會有些分別 這個罐頭蟹肉開完之後 你會見到它比較多水 那我現在就避走它的水 只要肉就不要水 那都磅一磅給大家參考 有63g的蟹肉 然後準備半匙的鹽 那就磅了給大家參考 是2g左右 另外再放些黑椒 那就大約1g左右 那黑椒的份量 都可以隨自己的喜好去調整 喜歡香辣一點的 就再加多些黑椒 那開始煮了 就開個中大火煮滾水 就加點鹽去準備煮意粉 這個用來煮意粉 這個用來煮意粉 就讓它水滾 這次我就用了意粉裡面的Spaghetti 就是最典型的意粉 它就是日本食物 還有它是快熟的 3分鐘就可以了 出來的質感和味道都很不錯 那一人份量就拿一瓶出來 就幫大家看看 有100g的這一瓶 一個人一餐大約吃100-125g的意粉 另一邊的爐頭 都要炒定蟹肉和香料 先下油 然後開個中火燒熱 這個是易潔鑊 就不要乾燒 要先下油才開火 另一邊水滾 現在就放些意粉進去 時間長短 就看看包裝 其實一般的Spaghetti 就不可能這麼快 但這隻是快熟的Spaghetti 它就是只需要煮3分鐘 我喜歡它硬一點 所以我就煮2分30秒 我就拿上來了 轉個中火煮2分30秒 還有用個大一點的鍋 就方便一點 我懶得就要屈一些意粉進去 還有煮意粉就不用蓋蓋的 就這樣開著蓋煮 那看這邊鑊都夠熱了 現在可以準備爆香些料頭了 先加入蒜蓉 蔥 和紫天椒 先炒香 那些紫天椒就很有趣 你早點下就會更加辣 如果你不想它的辣度那麼重 你就可以硬一點 那對我來說 其實一隻紫天椒 它怎樣釋放它的辣度也好 都是一個小辣來的 所以我這麼喜歡吃辣 我就一早就放了它下去了 那至於為什麼我又不再加多些辣椒 我又覺得這個意粉 辣辣地都夠了 又不用太辣的 其實它主要是酸辣和蟹肉的鮮味 那我覺得太辣就會遮了些味 所以我就放一隻紫天椒就夠了 縱使我這麼喜歡吃辣都好 聞到它們的香味之後 現在就可以加上罐頭蟹肉下去了 接著就炒勻它們 這個罐頭蟹肉都是比較水分度 而且那些蟹肉就比較碎 如果你想蟹肉再正一點 再說一次吧 買雪櫃那些一罐罐那些 又或者你自己新鮮拆出來 放濕溫這些罐頭蟹肉 始終比起上來是不太漂亮的 它的肉質有少少少少 煎炒這些蟹肉 火力就徘徊在中小火至中火 在加個意粉 進去炒之前的30秒 現在就可以加上一些 鹽西和番西下去了 接著就炒香它們 中西合璧 外國西和中國西都用了 中國的是鹽西 外國的就是Parsley 我今次用意大利的 意大利的番西 接著就蘸少少西方的白酒下去 就令到它的味道更加香 還有一股高級的香味 白酒用很便宜就可以了 比那些好看來喝 加10g左右 就不要加那麼多 加完之後 記得要煮它10-20秒 讓它的酸味和酒精走光 我們只要它的香味 意粉也都煮好了 煮了2分30秒 現在就可以將意粉 拿到蟹肉那邊 直接放過去 讓它弄到一點點意粉水更好 因為意粉水 它煮了之後 會有一點點 令到意粉的醬汁更加濃調的作用 好了這個時候 就加一點鹽和黑椒調味 然後將所有東西 就炒均勻 那就搞定了 好 我覺得它有點乾身 那就加一點點意粉水 意粉水 本身你煮意粉的時候 意粉溶掉了 一些澱粉質在水裡 還有我們有給鹽 即是在意粉水裡有給鹽 所以加意粉水 就不會令到意粉淡了 當然那些意粉水也不要加過量 加上這次炒均勻它就差不多了 炒完關火了 關火之後 現在才加一些青檸汁下去 拌勻它們 這樣就可以上碟了 青檸汁最後加 就可以保持它的香味和酸味 就不會消失了 好 剛才那裡半個檸檬切了四塊 這樣就先拿兩塊的醬汁下去 剩下兩塊 就等吃的時候再加進去 就不用切過加完的 就留下兩塊 等別人吃的時候 才自己擠下去 上碟了 意粉上碟也是 夾著意粉 就轉一下碟 就可以 令它的形變得更好 跟著面上再加些 紫尖椒粒 翻篩 做裝飾 還有放回那兩塊 的青檸汁在碟邊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 簡單方便又開胃野味的 酸辣蟹肉炒意粉 就請讚好 分享 或者留言 還有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鈴鐺 你就會收到我每個禮拜 上載新片的通知 我不客氣了 我先吃這個帶有泰式風味的意粉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下面 我們下條片 我們下條片 広片 SWIF� 那是 融中